你看我们教材给了一个利益十二到一 按照成本分析模式呢 它就是要看一下各种备选方案下 这个三个相关成本之和 你像我们这个甲一丙丁这四个方案 平均持有量甲方案最少两万五 乙方案五万丙七万五丁十万 然后就往上去叠加 然后我们就分别去测算他们有关的机会成本 管理成本和短缺成本 然后我们去加总一下 我们发现这四个方案里面 这个三块成本之和最小的是丙方案 所以应该说丙方案是最佳的持有量 由于成本分析模式太简单了 所以大家主要是客观题知道 成本分析模式它考虑的相关成本有哪些就可以了 那我们再来看现金管理的第二个模式 存货模式 其实在前面谈的成本分析模式 它其实有一个缺点 就是没有考虑到我们的这个有价证券 可以作为现金的替代品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现金如果多余的话 我不一定就是让它在这儿 就是丧失投资收益去 因为我们可以去投资 流动性要好一点的有价证券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减少一些机会成本 是吧 那么一旦现金要是短缺呢 我就可以立刻变现证券 补足现金 所以考虑到这个有价证券 它的存在以后啊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成本分析模式啊 我们给它转化成存货模式 那么存货模式啊 将来我们在第四节要讲存货的经济订货批量 其实它们俩的公式非常的像 将来你学完以后 我们可以用统一的公式来记就可以 但我们现在先看现金 那么对于现金的存货模式的 由于考虑到 我们可以把有价证券作为现金的替代品 那么它的这个假设 我们数量没有 但是我们补充一下啊 首先它假设我的现金支出是比较稳定 波动比较小 而且是每当现金余额降到零 都可以通过变现证券来得以补足 也就是不允许你短期 这首先第一个 就是我们可以利用变现证券来补足现金 可以避免短期 那第二个就是假设预算期内的现金需要量 是可以预测的 第三呢就是我们证券的利息率 还有每次的固定性交易费用 因为大家看我们今天是 把有价证券作为现金的替代品 你需要钱就要变现证券补足现金 那你变现证券可能要交一些费用 是吧 或者是我们这个多余的 这个就是我们比如说把这个证券要给他 或者我们把多余的现金去买证券 那也要有些费用 比方说证券和现金之间相互转换的交易费用 我们假设每次的费用 比如每次要交手续费多少 是吧 那这个可以活息 那么在这种假设前提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存货模式 它的决策原则和成本分析模式一样 也是要找出现金管理的相关总成本最小 但是呢 在存货模式下 它不允许现金短缺 因为一旦降到零 立刻要补足证券 所以没有短缺成本 另外它又认为呢 管理成本是一个固定的 非相关的 所以我们在存货模式下 它就不再考虑短缺成本和管理成本了 但机会成本还得考虑 对吧 就是因为你只要持有现金 它就会有机会成本 此外呢 还会多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有价证券和现金之间 相互转换 交了这个交易费用 是吧 交易成本 那我们的目的是希望二者之和最小 所以首先我们得先看 机会成本的确定 机会成本 大家其实可以注意到 我们在 等于说 前面这个长期的这个财务管理的决策 比如长期投资啊 长期投资 都特别重视资金的时间价值 但到了短期财务决策这一块 我们就不太重视这个时间价值了 其实为什么呢 主要原因在于啊 因为我们谈到这个营运资本 比如说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都指的是 我们这一年 周转 是吧 或者说这一年可以变现这种资产啊 什么的 而且企业呢 它实际上是持续经营假设 我们每一年都会有这个营运资本 你如果考虑这个时间 那这个也就无限期了 那你无限期用时间价值 那个限制的公式 A除以I 那其实 就是意义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到了 就是 营运资本投资和筹资这一块 你会注意到 因为期限短 它通常就不考虑时间价值了 我们一般就是按年为单位 考虑年的成本最小 对吧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存货模式 这个机会成本 一般来说不特指的话 你求年机会成本 那我一年的机会成本多少呢 因为机会成本 它是可以理解维持你 持有现金而上失的这个 投资收益 对吧 所以我要想算年成本 那我一年的 我想看一下 从年来看 我们现金 它通常要持有多少 是吧 所以我要考虑年平均的 现金持有 我看我手里为了预防意外呀 或者满足正常经营需要的呢 通常手里需要多少现金 对吧 比如说我平均手里 老得赚着100万 那这100万 大家想一年来看 假设利息率是5% 这一年会丧失5万的利息收益 所以应该是把年平均的 现金持有额 乘上一个什么呢 有价证券的利息率 就是你会丧失 本来这个钱 可以投投资购买 有价证券的那块利息收益 这是机会成本 那么什么叫交易成本呢 因为我们说不允许短缺 需要钱要变现证券 补足现金 那么这个变现 就会有些费用 是不是 假设我告诉你 因为我们刚才假设说 每次的那个交易费用 是可以活值的 因为每 比如说我交易一次 需要花这个 比如500块钱 那我想问你 一年的交易成本呢 因为我们上都是想 你算年的 一般是不特质的话 你算年的 那年交易成本 那我取决于一年交易次数 是吧 也就是说 它应该等于年的交易次数 然后乘上一个呢 每次的交易成本 是吧 就是每交易一次 它这个代价 反正是这样 那我们首先先来看 这个年平均的现金持有额 怎么来确定 因为我们刚才假设啊 是假设有价证券利息率 这个和每次交易成本 都是预先获悉的 也就是考试会给你 所以现在关键在于 你要帮我算年平均的持有额 和一年我要交易多少次 是吧 首先我们先来看 对于年平均持有额的确定 假设我们画一个图 我用横轴 表示时间 纵轴啊 表示我的现金的持有额 那现在大家看 比如起来最开始啊 我们这个初始的现金持有额 比如说我设为C 我说让代码我设C 这C是我的这个初始持有额吧 就是初始我们的 现金持有额 我们认为这个数额是比较合适的 是吧 然后我们是假设现金是均匀的 直出 一旦降到零 不允许短期的 立刻变现证券 补足现金 补足C这么多 降到零 立刻按C来补足 然后零立刻按C补足 那么如果是这样 其实我们这个C呢 也可以给它理解为什么呢 就是每次变现证券 需要 就是这个 补足的现金数额 像就是每次变现增券数量 那今天这个C啊 大家看 它相当于是 你这个一旦降到零 立刻要补足到C这么多 那企业的 因为我要你求的是年平均取有额 从整个年度来看的平均取有额呢 它最高是C 最低是零 所以年平均取有额 是不是应该是 二目之C啊 是不是 所以呢 就是说 这个平均取有额这一块 我们就应该等于什么呢 二目之C 而有价证券利息率啊 考试的时候 我们这个考试的时候 包括书上也说 它是预先获知的 对吧 一定会给你 书上代代码是K 这个是已知的 对这个机会成本就好算了 但是现在大家注意 我还有一个交易成本呢 每次的交易成本 我们考试会给你 比如我们书上代码是F 给了你每次的这个交易费用了 但我一年要交易多少次呢 那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说啊 大家看 我们已经把C给它理解为是什么呢 就是每次 变现 证券的数 对吧 每次变现证券的这个数 就一旦降到零 我就要补足现金 补多少 是吧 那要是这样 大家看 如果我这样来说啊 我说这个企业啊 比如说我是专门负责给职工开工资的 然后我算了一下 一年为了给职工开工资 所需要的现金 因为按照存货模式 它的假设 就是预算期的现金持有量是可以预知的 那就是我可以知道 就是年现金的需要量 比如说我告诉你一年我需要现金 我需要这个120万吧 为了给职工开工资 我需要120万 那么如果年需要量120万有了 然后大家看这个C啊 我们这个C呢 其实可以理解是每次变现证券数 如果我告诉你啊 我这个人呢 我比较勤快 我就觉得 你看我一年需要120万 我没有必要 如果让是我这人特懒 那我就一次把120万的钱本来准备好 等到付工资的时候 就一点一点付去吧 但这样的话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浪费了浪费了我们的这个 就是本来可以在那个证券那个状态 可以赚取的利息收益 这样会导致你机会这么加大 所以怎么办呢 就是我的每次变现证券数额 假设我告诉你 因为我订的少一点 比如说我每次变现数额是10万 如果每次变现证券数额是10万 需要钱是吧 我就把它变现10万块钱 你每次变现10万 我们一年需要今天是120万 如果我想你求一年的变现次数呢 那是不是12次啊 一年总的需要120万 你一次变现10万 都不得变现12次 那这12次怎么来 不知道哪年需要量 除以这个 就是我们那个每次变现证券数 我c嘛 对这个交易次数 怎么确定 这个交易次数啊 它实际上就是用你的 年的现金需要量 比上一个呢 每次证券变现数额c 我们书上用代码 那种是t 年需要量t除以c 就是有价证券交易次 所以大家可以跟我来看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 由于平均持有额 我们刚才已经画头了一件 就是二分之c 是吧 然后呢 而对c呢 可以理由于是每次证券变现的数额 所以现在大家看 首先看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 我们说用平均性 持有量乘上 有价证券的利息率 平均持有量就是什么 二分之c 有价证券的利息率呢 k 那么对于交易成本 就是你购入 证券 或者说你把证券变现 变转现金 你要发生几个交易费用 它取决于一年交易次数 那这个交易次数 我们刚才也给大家分析了 我们的计算呢 就是要看你的年需要量 比如说一年需要 这个1200万 比上一个 这个c 这个c呢 实际上 就是我刚才谈的 每次证券变现数呀 是吧 我每次变现 10万 那你的一年交易次数 t除以c 然后实际上 每次交易成本 我们书上给的代码是f 是吧 所以你的目的是 要使得这二者之和最小 是不是 就是我要使得 这个机会成本 rmc乘k 还有交易成本 t除c乘f 希望这二者之和最小 那么怎么样 可以使二者之和最小呢 我们有两种方法 首先大家可以帮我看到 我们这个 如果要让我们画图的话 很明显 和我们前面讲 那个 始终策略的那图 很类似 就是 横轴 我们现在指的是什么呢 c 究竟我的粗食持有量 c 多高合适 是吧 重轴呢 就是我们有关这个成本 那么机会成本 它实际上是通过原点 一条直线了 因为它有机会 你看 它是rmc 乘上一个k 我们k是以这条件 所以c 所以它和c是成一个正比例 函数的曲线 但是交易成本 你可以看它的分母 是c 是t除以c乘f 所以我交易成本 它实际上是这样的 是吧 我的目的是要使得 总成本最低 这个总成本最低点 它正好 一般来说 就它们俩的焦点 所以怎么找到这个 最佳的持有量 比如说我用c星来表示 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 可以利用数学 对一个函数 求一阶导数 令它为0 是吧 如果这个 使得函数有极值的那个 是吧 那我们说 对它求一阶导 令它为0 那我们通过 这个 就是对它求一阶导数 令它为0 我们可以得到 我的最佳持有量c 是根号rtf除以k 或者就是我刚才讲的 我们可以利用图西法 因为从这图上 可以看到 这个机会成本 和交易成本 相等的时候 它们所对的那个c 是最佳持有量 那我们就可以来分析 因为机会成本 我们刚才谈了 就是二目之c 平均持有额 乘上一个 有价增券利息率k 我们令二者相等 交易成本呢 交易成本要考虑 一定时期的这个需要 年需要量 我们以年为例 年需要量 比上一个 每次证券变迁数 我c 这样可以到它交易的 就是一年交易的次数 是吧 然后呢 你在层上 每次交易成本f 你看现在只有c 是位置数 你解一下方程 同样 我的最佳持有量 是根号 r乘以 这个t 是我们的年需要量 是吧 这个t是年需要量 这个f呢 是每次的 交易成本 所以最佳持有量 就根号rtf 除以k 是吧 这个k呢 就是我们谈一句 有价证券的这个利息率 所以这个公式 它实际上是推导出来的 就是它可以 就是我们刚才讲 利用机会成本 和交易成本相等 去得到它 然后你把这个 c等于根号rtf 除以k 给它带到我们这个 因为总成本公式嘛 是吧 比如说最小成本成本的话 那么应该是 本来应该是rc 年需要量t 25万 然后现金和有价证券的 转换成本 每次是500 就是我的交易费用f 是吧 每次500 有价证券的年利率呢 k 是10% 然后我们看第一问 让你使用存货模式 来计算 最佳的现金持有量 那我们这个 最佳持有量 确定的话 那就是根号rtf 除以k 直接套公式了 是吧 那么r乘上t呢 25万 才乘上500 除以一个 10% 这样一来 你看我得到 最佳持有量 是5万元 所以我第一问 我可以得到5万 然后大家再帮我看第二问 它你计算呢 就是利用存货模式 来计算 最佳持有量下的 全年的现金管理总成本 还有全年的 现金交易成本 还有全年的这个 持有的这个机会成本 大家看 我们现金管理总成本的公式啊 它和我的这个 最佳持有量 你看最佳持有量 是根号rtf除以k 而我的这个相关的 这个最小成本 就是根号rtf 乘以k 把分母k给乘上去 所以实际上就是 把刚才那个 就是第一个问的 这个除百分之 给它放到分子上 所以根号rtf乘以k 所以得到的结果是5000 对吧 然后它还让我求交易成本 当然交易成本 取决于一年交易次数 那你想 年需要量25万 而我的最佳持有量 这个c 我们给大家理解 它其实就是你 每次变现证券数 这c就是每次变现证券数 所以一年需要25万 每次变现5万 是不是要转5次啊 所以一年的交易次数 就是把这个25万 除以这个5万 得到我的次数 然后再乘上 每次的转换成本 每次成本500 所以这样的话 我可以得到交易成本 而这个全年的 这个现金持有机会成本呢 机会成本 我们应该用平均的现金 持有额 armgc 乘上一个呢 有价证券利息率k 那像我们这个就应该是 armgc 是什么 我们刚才谈最佳持有量 就是5万了 初始的最佳持有额 每次的持有额 那个c armgc 乘上利息率10% 其实你可以看到啊 呃 就可以证明我们在前面所谈的 我们谈的什么是最佳持有量呢 按照图锡法的话 就是当现金的机会成本和交易成本 相等的时候 那个持有量 就是最佳持有量 你可以看 当我们持有量5万 你可以看到 是不是我的最好 交易成本 机会成本相等啊 所以要是这道题要偷懒的话 我的现金管理总成本是 根换RTF乘以k是5000 交易成本 机会成本各占一半 是吧 可以这么来算 我们接着看第三份 他要你求这个最佳持有量下的 全年的有价证券交易次数 那我交易次数就是 年需要量 这个t 比上一个 我们的初始最佳持有额 或者是每次变现证券数额 c t除以c 就是我的最佳的交易次数 是吧 呃 那我们通过计算 他次数是5次 然后由于一年是360天 由于一年要转换5次 就说明我们这360天 每间隔多少天 72天 是吧 用他这个呃 就是用我们一年的天数 除以这个交易的次数 就可以得到 他交易的间隔期 是吧 是72天 啊 那我们再来看以往一个单选题 他说某公司根据存货模型 确定的最佳持有量是10万元 有价 证券年利率10% 呃 然后问一下你在最佳持有量下 该公司与现金持有量相关的 现金的使用总成本为多少 呃 其实这个题呢 我们可以 讲一下 你看他给了我最佳持有量了 那我最佳持有量 这个C有了 利息率 呃 10% 也有了 所以首先你看我们机会成本是可以得到 机会成本就是二分之C乘K 就是二分之10吧 乘上利息率10% 这是机会成本 那机会成本有啊 那我们的 这有关 就是交易成本呢 因为在最佳持有量下机会成本和交易成本要相等 所以那我们就可以推出来啊 我们的这个呃 交易成本应该也是等于什么呀 这个5000的 所以我的现金管理相关成本应该两倍的 是吧 那我们再来看存货模式优缺点啊 这个主要在客观题方面要理解一下 呃 其实存货模式它是应该说是一种比较简单直观的一个确定最佳持有量的方法 这个主要是跟我们后面要讲随机模式相比的 呃 但他这个模式它有一个应用前提的这个局限性 首先他是假设现金需要量恒定 是吧 就像我们刚才谈到我一年需要多少现金 他是说可以准确预定的 而且呢我们是假定现金流出量稳定不变 是吧 就等于说你从我们图上来看 他好像就是哎 初始的持有2C 然后就开始逐渐降到 这样0以后立刻按C补足 等于说就是 没有发生其他的这个净现金流入 就只是 我只能通过变现证券补足现金 我不考虑其他的流入 但其实企业 不一定光是通过变现证券补足现金啊 我可以消购商品啊 消购商品也可以带来流入啊 是吧 所以他这个就是 没有考虑啊 就是其他的现金流入的方式 然后呢 也没有考虑现金的安全库存 什么叫安全库存 我们从这个图上看 他的现金持有额降到0以后 我才变现证券 是吧 你没有考虑一个最低的现金持有量 就是说你别低于他呀 有个安全储备的问题 是吧 这还不足 是吧 我们其实通过图可以看到他这个缺点 那么为了克服这个缺点 我们来看第三个模式 随机模式 这个随机模式呢 它就是针对现金需求量难以预知的情况下 来进行现金持有量控制方法 我们刚开始 你看我们这个存货模式 我是假设你的需要量 很定 是吧 可以准确的预测 但是随机模式呢 我很难预测 我不知道明年需要量需要多少 那么按照随机模式 它在控制这个现金的时候啊 它并不是控制一个最佳持有量 那个水平或那个点 它是要控制一个范围 因为它未来需要量很难预测 所以怎么办呢 我就给它控制在一个范围 那这个范围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现金持有量的上限和下限 给它确定好 我要把这个现金持有量 控制在上下限之内 是吧 因为我们在前面讲 如果现金太多 会导致机会成本太多了 但是现金太少 会短缺成本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就给它定一个范围 就是别太多了 太多了 比如说H 太多就会导致机会成本太多了 但是也别太少了 是吧 我们还得要考虑一个下限 L 是吧 此外呢 还有一条线 最优返回线 这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跟我画一图 我们看一图 比如说这个企业的现金持有量 它这个 在上下波动 因为我们 就是存货模式 是假设现金的 需要量是 每日需要量是稳定的 所以它是一条直线 但机会 随机模式不是这样 它是随意在波动的 那么一旦达到了高点 那我们说现金持有额太多了 因为我们是不能突破上下限 在随机模式 它是空在一个范围 但一旦到了上限 那说明什么呀 说明现金余额太多了 可能会导致机会成本的增大 是吧 所以我们怎么办呢 就赶紧 我们因为是把有价证券作为替代品 其实你可以看到随机模式和存货模式 它俩有相似点 就是也都考虑有价证券作为替代品 如果太多 我就要赶紧去投资有价证券 那我们这个投资证券 我应该投多少 投资证券数额 你从这个图上来看 我应该投的数额 就是我得要把这个 你不能说我的现金太多了 我得赶紧给它降到最低限 那就又太少了 是不是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随机模式有三条线 上线 下线 然后还多了一个什么呢 这个R 最优返回线 比如说一旦你太高了 我们说不能太高了 机会怎么很大呀 那赶紧去投资证券吧 那投资证券要投多少呢 让它降到我的最优返回线R这个水平 所以投资券数我是H-R 然后大家接着看这个图 如果要是说我的现金的这个降到了下线了 到了B这一点 那说明现金要太少了 会有短缺的风险 那怎么办呢 赶紧变现证券补助现金 那如果想到你 我需要变现多少证券 是吧 那我的需要变现 证券这个数额 那应该是用 R-L了 对吧 就是要 让它返回到那个R这个最优返回线R这个水平 这是我们谈的随机模式 那么随机模式 大家从这个图可以看到 就是说 它是要把现金持有量控制在一个范围之内 然后怎么样控制呢 就是要利用三条线 如果达到上线 要赶紧给它降到R这个水平 如果达到下线R 也是要赶紧变现证券补助现金到R 但是随机模式有一个特点 如果我的现金持有量在范围之内 就是没有达到上下线 我是不动的 因为它就是控制在一个范围 只要你在那范围内 我就觉得它是合理的 我不去控制 但是你一旦达到了上下线 我就要控制了 那么我们来看 关键是这个三条线 怎么来确定 首先我们先来看 这个最优返回线R的确定 这最优返回线R 它实际上是利用这个随机模型 还推出来一个公式 其实这个公式 我们不用大家去掌握计算 主要是要注意它的这个影响因素 通过这个公式注意它影响因素 你看我们最优返回线的公式 是根号开三次方 3B得二次方除以4I加L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这个 分子这个币啊 指的是每次 证券的这个转换成本 就是因为我们说一旦现金太多了 我就要投资证券 那么你要把这个现金购买证券 那么要交一些 手续费啊 什么这里的 就是这个成本 或者是我们一旦现金太少了 我们不就到了这个下线了 那我们要赶紧 那我们要赶紧 变现证券 补足现金 所以什么叫交换成本呢 就是把现金转换为证券 或者证券转换为现金 那么它那个成本 实际上就是我们前面谈那个交易成本 其实是同一个概念 不同称位 是吧 所以这个B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转换成本 或者交易成本 然后那个分母的I呢 只是有价证券的日利息率 因为随机模型 它是要关注它每一天的这个变化 是吧 所以我们这时候 它这个利率用的是天利率 是吧 用的是日利利息率 然后我们这个分子的Δ 是吧 它只是每日现金余额变化的标准差 反正它波动性 L就是我们的下限 所以从这个公式 你可以看到就是 最优返回线 它实际上是受到 这个四个方面的因素影响的 要受到这个下限L 另外呢 还要受到有价证券利息率 还有有关这个转换成本 以及分险 就是现金余额波动的标准差 分险 那你就注意它只有这个利息率 是吧 利息率和我们这个R是反向变动 实际上这个好理解 就是按常识嘛 就如果要是说 有价证券利息率太很高 那我们这时候啊 为了降低机会成本 那我应该把这个 所谓的最优反位线R 要定的要低一点 所以这个R和利率 是一个反向变动的 但是和其他的 比一下 如果我们这个企业的 现金余额波动很快 就波动很大 分险大 那分险大为了保守期间 R就要高一点 还有呢 就是这个转换成本 转换成本 就因为它每一次 手续费太多 我为了避免平凡的转换 那我的这个R也是高一点 是吧 然后下限 本来你的水平高 我们的相应会抬高 我的R 是不是 所以它这个 只有利率R是反向变化 其他三个都是同向变动 那我们从这个公式里面 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的最优反位线 它会受到下限L的影响 那我们先来看下限L 这下限L它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呢 一个是企业每日最低现金需要量 是吧 那企业根据以往 通常最低需要是多少 那这个会影响到我的这个R 还有呢 就是管理人员的 风险承受倾向 如果我要是很保守 那我可能就会把这个R要定的高一点 如果我冒险 那可能就这个L要定的高一点 如果冒险的话 那可能这个L 我们就定的低一点 所以它这个下限的确定 主要注意它影响因素 大家看下限L有了 反回线R也有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上限 其实它上限呢 它是有一个关系公式 就是我们发现它这个 就是现金的这种随机模型 我们上限偏离最有反回线的距离 我们发现它们有一个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 H-R 它呢 实际上是两倍的 R-L 所以这样我就可以得到我的H了 是吧 我可以解放成H等一 所以是这样的 就是它们其实是 有一个关系公式推出来的 就是我们这个H-R这块 实际上是两倍的 R-L 那么大家可以跟我结合立体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这个 例子说 假定某公司啊 有价证券年利率9% 每次的固定资源成本是50元 公司认为任何时候 它的银行的国际存款 以及现金余额不能低于1000 又根据以往的经验 测算出现金余额波动表现 它是800 然后你就最有反回线 其实你可以分析一下 你像我们这里面的 有价证券年利息率是9% 但它给的是年利率 我们刚才讲的 随机模型是要控制每一天的 所以它要把年利率给它调为天利率 是吧 9%除以360 0.025 如果我每次的固定资源成本是50 就等于说我们的公司里面那个币 然后还有说公司认为任何时候 它的银行的活期存款 还有余额都不能低于1000 那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的下限 L的规定 是吧 然后根据以往经验呢 它这个有关标准差呀 这个是800 然后让你去确定最有反回线 那我们就套公式嘛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年利率 调为天利率 所以就把这个年利率9% 除以一个360 变成每天的利息率 这个公式 它的分母那个I 是每天的利息率的概念 那有加证券的这个利率有了以后 我们来看套这个公式 自由反回线R等于根号开三次方 3B得二次方除以4I 那你看我们的B是50 得二次方也告诉我的是 这个800对吧 然后I呢是天利率 0.025% 所以这样我就可以得到我的这个R了 是吧 这个R是5579 那既然R有了 H等于3R减2L 所以3乘以5579 等于R乘一个 我的下限 1000 是吧 这样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上限 那我们来看一道以往的考题 他说某公司啊 持有有价证券的平均年利率5% 然后公司的现金的最低持有量是1500 这实际上是我的下限 是吧 都告诉我现金余额的最优反回线是8000 等于我的R是8000 他说如果公司现有现金2万元 根据现金持有量模型 此时应当投资于有价证券的数额是多少 那其实我们就要注意一下 随机模型它这样一个道理 就是当我们的这个现金的持有额达到 或者是超过 这个上下限的时候 我们才需要去投资呢 如果要是我这个持有额是在上下限的范围之内 实际上是不去理它的 是吧 你既不要变现证券 也不要投资证券 这样不用理它 但它一旦达到了上下限 我就要考 那你像我们这道题的现金有2万 它有没有达到上限呢 我们先要利用我们的公式 H等于3R减2L 先利用这个公式 我把我的H得到 你看我们通过计算得到H呢 是2万1000万元 我的上限2万1 下限呢 那么下限呢 那就是1500 但是你看它现在给的现在是2万 这2万怎么样 没有达到上限 既然没有达到上限 不用投资 应该选择0的 那么这块其实也是属于它 比较喜欢考我们 那我们再来看一道 这是以往多选题吧 它说公司采用随机模式 确定最佳持有量的时候 只有现金反围线水平是7000 等于它给了我的R了 它直接给的是R是7000 又告诉我的下限 就现金存量的下限 L是2000 然后它就问你以下说法中正确的有什么 其实就是考你这个我们的 随机模型的控制原理 如果我的现金持有额在上下限之间 我不用投资 但一旦达到或者超过了上下限就要投资 所以按照随机模型 首先第一步应该先把它的上限得到 那么上限的是 3R减2L 那像我们这个3乘以7000减去R乘以这个2000 是吧 那这样的话我可以得到我的H是17000 所以上限是17000 下限是2000 那现在我们来看A 他当持有的余额是15000 大概是1500 1500还没有达到下限 低于下限 他既然低于下限 我就要给他返回到最有返回线吧 我们什么叫最有返回线 就是你一旦达到或者超过了上下限 就要返回到最有返回线 既然返回最有返回线 所以我们这个就应该是 最有返回线是7000 你减去这1500 大家看是5500 所以对A是对的 我们再来看B 当持有天金余额是5000的时候 都要转让2000 这个5000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是比我的2000是高的 比下限高 比这个上限17000低 他是处于范围之内 所以应该是0的 所以这个B也不对了 我们再来看C 当持有天金余额是12000的时候 大家再看一下12000 他要比我们的这个下限2000是高 比上限17000小 所以怎么办 也是不去投资的 就不动的 所以应该是0 然后我们再看D 当持有天金余额是2万 大家一看2万 要比这个上限高了 既然比上限高 那我就要返回到 最有返回线 所以应该把这个2万 减去一个最有返回线7000 所以应该购买13000元的 有价证券 这样的话这个D是对的 是吧 其实B和C都应该是0 都不应该去调整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 有关随机模式 它的这个影响因素 就是我们考试比较喜欢考你影响因素 所以大家掌握一个是掌握它的控制原理 什么情况我才需要投资 投资或者什么时候我要需要变现证券 那么如果需要投或者需要变现一定是返回到最优返回线水平 我们来看这道多选题 他问你 以下各项能够使得最优返回线上升的勇 A呢说有价证券的收益率提高 其实我们前面讲了收益率和返回线是反向变动 所以这个说反了 对吧 这个说反了 然后B呢说管理人员对于分险的偏好程度提高 其实这个大家想 我们看起来好像公式里面没有这一点 那你要注意L下限 下限L它受到管理人员对待分险的态度 以及呢我们最低现金持有量 如果我们管理人员对待分险的态度 大家可以想 就是我就是比较冒险 因为它所谓偏好提高冒险的话 那我的自由我的那个L会怎么样 L会下降的 既然L下降 自由反向下也要下降 所以这个也是说反了 是吧 所以B我也不选 C说是每日的最低现金需要量提高 每日需要量提高 L怎么样 会上升 既然L会上升 我的R也会上升 所以C是对的 然后D呢说 企业每日现金余额比较表现差增加 这个是同向 所以C和D是正确的 第三点要注意一下我们这个三个模式他们之间的一个对比了 其实你像我们就是说成本分析模式 他所考虑的成本有机会成本管理成本短缺成本 那么随机模式和存货模式啊 他们俩的共同点在于我们考虑成本都是不考虑短缺 也不考虑管理成本 那么他们考虑的相关成本都是机会成本和交易成本 这是他们的共同点 但不同点在于呢 就是一个是适用范围不一样 像我们说存货模式 它是假设未来的现金需要量恒定 但是随机模式是建立在未来需求量难以预测的前提下 所以这一点是不太一样的 此外呢我们在这个 就从这个图上你可以看到 按照存货模式啊 它是比如初始是C 降到0以后我们才按照C补足 所以没有什么安全储备的问题 但是随机模型你看它实际上有一个下限 下限L 是吧 就是最低别别地于L 是吧 它实际上是在上下限之间波动这样 所以我们随机模式 它是要考虑一个最低的安全的现金持有额的问题 所以这是他们的这个区别啊 我们也是来看一下就是模式的比较 比如说问一下你 这个随机模式还有这个存货模式啊 这个他们的表书中正确的有A呢 说两个方法都考虑现金的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 这个没有问题是吧 然后B呢 说存货模式简单直观 比随机模式有更广泛的实用性 这个不对的 因为存货模式啊 它的这个 这个假设前提是比较的苛刻的是吧 而假设未来需要量是确定是吧 而且现金需要量 它实际上是这个均匀的支出 这个实际上是很少见的 一般来说未来需要量都是 很难预测是吧 所以这样的话这个B就不对了 然后C呢 说随机模式可以在企业现金未来需要总量和收支不可预测的情况下使用 那么这个是对的 第一个说随机模式确定的持有量 更容易受到管理人员主观判断影响 那这个是对的 因为大家注意到我的随机模型 它的这个就是所谓下限啊 你看下限它受到什么呀 管理人员对待分析太多影响 所以这个L到底多高 它受到管理人员态度的影响 但是存货模式它就完全是根据量化来算的 是吧 所以这样的话这个D呢实际上是对的